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拥有一副悲天美人的好心肠 有一天 他和一位同伴在比赛 看谁的力气比较大 经过一番扭打 施怀哲居然把一个大块头给压在地上 他得意的说 哈哈 你认输吧 没想到 那个打出他的大块头竟然说 呃 不公平 要是我能像你这个大少爷一样 一星期喝两次肉汤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施怀哲才知道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幸福富裕 从此不管父母这么劝他 骂他 施怀哲再也不肯喝一口肉汤了 在他八岁那年 有一天一位同伴来找他 施怀哲 施怀哲 你看我做了弹弓 我们等一下到山上去打麻雀 啊 这不好吧 怕什么 试试看啊 走 哇 你看这里那么多的麻雀 噓 你打左边那只 我打右边那只 看谁比较厉害 施怀哲 施怀哲因为怕被别人说自己是胆小鬼 眯起眼睛就要打 这个时候 教堂的钟声刚好响起 施怀哲仿佛听到神的声音在提醒他 当当当当 他突然醒悟过来 奔向鸟儿们喊着 嘿 危险 快逃 快逃 同伴气得大叫 施怀哲 你看你 鸟儿都被你吓跑了啦 因为施怀哲实在是不忍心伤害任何一个生命啊 长大后的施怀哲 既是神学与哲学的博士 更是一名很有天分的音乐家 拥有美好的虔诚和游渥的生活 但是 在他29岁的这一年 看到了一篇报道 在遥远的非洲大陆里住着一群特人 他们有很多人都生病了 却没有医生要去治疗他们 有哪一位医生愿意替神去照顾这群可怜的特人呢 施怀哲听到了 立刻举手说 我 我愿意 但是当时的施怀哲还不是一位医生啊 于是他居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身为教授的他 居然要重新读一次大学 哎 你们看看 那个人啊 听说啊 他是神学院的教授耶 怎么会跑来我们医学院当学生呢 当亲友们知道他这么做 是为了要到非洲去行医 纷纷劝阻 嘿 你要知道啊 非洲人可是没有钱付你医药费的呀 是啊 要是你遇到了食人族 哇 那多危险啊 但是施怀哲不管外在的声音怎么说 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 经过了漫长的八年 他终于成为一名医学博士 踏上非洲 展开了长达35年的奉献生涯 施怀哲原本拥有那么美好的一切 却因为一群远在非洲的弱势族群而放弃所有 陷入危机四伏 却无力可图的非洲丛林中 当然 他对非洲这块土地的奉献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最让我敬佩的是 他让我看到了一个对人尊重 关怀 以及服务的最佳典范 我的故事说完了 谢谢